这是日本推理巨匠 东野归吾最特别的一个犯罪故事 故事的内容可能三观不正 甚至有为人伦 但却说出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敢想而不敢说的话 故事的主人公大午和小午是一对相依为命的亲兄弟 由于双清早逝 哥哥大午便早早辍学打工 用赚来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和弟弟小午 2006年夏天 大午因为工作太过劳累 患上了严重的腰部疾病 从而丧失了劳动赚钱的能力 这一年 小午正在读高二 为了能给成绩优异的弟弟筹集上大学的学费 大午铤而走险 潜入熟食的独居老人方婆婆家中行窃 结果刚好被从外面归来的方婆婆堵在屋内 大午惊慌之下 失手将方婆婆勒死 并因此被判处了20年监禁 由于哥哥以杀人犯的身份获刑 弟弟小午在学校里遭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歧视和排挤 原本品学兼优的他 最后被迫辍学 从此开启了自己痛苦不堪的人生 2010年春天 小午在一家料理店打工 尽管已经辍学四年 但小午仍旧没有放弃读大学的梦想 他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上夜校补习 准备参加成人高考 料理店的老板和客人们都很欣赏勤奋上进的小午 直到这天 小午以前的几名高中同学来到店里用餐 几个人先是对做服务员的小午百般刁难 随后又借着酒精 当众宣扬小午是杀人犯的弟弟 他们的这番话立即引来店员和客人们的侧目 众人都用极度诧异和鄙夷的目光看着小午 仿佛在看一只被剥去伪装的衣冠禽兽 料理店老板也指责小午在应聘时 不该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世 好在老板心地人后 并没有因此解雇小午 但料理店的客人们对小午的身世一传十 十传百 大伙先是在背后对小午指指点点 之后更是像躲瘟神一样 干脆不再光顾料理店 这使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 小午出于愧疚 主动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老板虽然很同情小午的遭遇 但为了自己的生意 对他也没有多做挽留 随后 小午就搬离了原来的住处 租了一个新地方居住 这已经是他第N子盘家了 自从哥哥杀人坐牢后 小午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后 就会被人认出来 继而遭到歧视和排挤 所以只能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换工作和搬家 他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2011年冬天 小午来到一家废品公司就职 做着最苦最累的垃圾回收工作 公司里的女同事惠子 对外表英俊 气质忧郁的小午很有好感 为了让新来乍到的小午早点融入团队 惠子和其他几名老员工热情地拉着他 来到一家KTVHAPPY 在大家的怂恿下 小午演唱了一首抒情歌曲 仰望夜空的星辰 这是他和哥哥大午最喜欢的歌曲 也是兄弟俩已孤的母亲最爱的一首歌 小午的深情演唱悠扬婉转 让人沉醉其中 不仅打动了惠子 也打动了跟惠子关系最好的男同事彭哥 第二天下班后 彭哥和惠子一起来到小午的住处 彭哥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彭克青年 一直梦想着组建仪式乐队 他此次前来就是想邀请小午担任乐队的主唱 可小午思索良久后 断然拒绝了彭哥的好意 惠子以为小午是对自己的唱功没有信心 于是就拿出手机 给他播放了昨晚唱歌的视频 小午顿时大惊失色 原来 他昨晚的K歌被KTV的老板娘录制下来 传到了网上 此时已经引来众多网友的点赞和转发 小午在看完视频后 大声勒令惠子赶紧删掉视频 彭哥对小午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 差点与其动起手来 两人的拉扯中 小午装在口袋里的信件掉落了一地 彭哥一眼就认出 这些信件是由监狱里寄来 因为上面印有特殊的樱花标志 在他的一再追问下 小午终于说出了自己哥哥是杀人犯的事实 说完 他还将彭哥和惠子赶出门 让两人离自己远一点 这些年 小午一直跟坐牢的哥哥保持通信 大午对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他失手杀了人 弟弟小午应该已经读完大学 过上优越的生活 而小午甚至哥哥心切杀人 都是为了给自己筹集学费 所以 他从未抱怨和责怪过哥哥 为了让哥哥安心 小午总是在信中 谎称自己过得很好 至于频繁更换工作和住址 只不过是在积累社会经验 在将彭哥和惠子轰出门的一刻 小午意识到了自己又该搬家了 没想到 屋外的彭哥和惠子并没有嫌弃小午 惠子还第一时间联系到KTV老板娘 请求对方删除了小午的唱歌视频 并隔着门板向小午表示了真诚道歉 自此以后 小午算是有了两个真正暖心的朋友 彭哥和惠子的尊重和包容 让他度过了一段平静安稳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 惠子甚至渐渐爱上了做事靠谱的小午 这天趁着午休的间隙 他带着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 准备当面向小午表白 结果发现 小午已经吃上了别人精心准备的午餐 给小午准备午餐的女生 是夜校里的数学老师朝美 朝美家境优渥 人美心善 她也像惠子一样 被情分上镜的小午深深吸引 在爱得知小午正在准备报考 低都大学数学专业后 朝美就经常私下帮助小午补课 一来二去 两人互生情愫 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惠子见小午已有意中人 就默默藏起了自己的心意 朝美和小午的感情也发展神速 不久后的一天 朝美将男友带回家中 见了家长 然而 朝美的父母根本看不上一无所有的小午 尽管朝美说尽男友的好话 但她的父亲还是毫不客气地嘲讽小午 接近朝美只是在贪图富贵 为了让小午知难而退 朝美的母亲还提前邀请了 朝美的表哥孝文到家中供餐 在朝美母亲眼里 家境富裕的孝文才是女儿的真命天子 饭桌上 朝美父母一直跟孝文说说孝孝 被晾在一边的小午只能尴尬而拘谨地保持沉默 好不容易吃晚饭 朝美的表哥孝文又故作绅士 主动要送小午回家 半路上 孝文警告小午离朝美远一点 因为她和朝美才是青梅竹马 门当户对的一对 两人父母早就为两人定下了婚约 更何况 小午跟朝美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何必自讨媒趣 自取其辱呢 孝文的话让小午陷入了苦恼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进还是该退 这时 惠子主动站出来 鼓励她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受到鼓舞的小午 决定将自己哥哥是杀人犯的事 向朝美坦白 一个周末的上午 小午将女友约到住处 准备如实相告自己的身世 谁知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 朝美的表哥就闯进屋内 大声斥责小午是欺骗朝美感情的骗子 原来 小午K哥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 就已经被好事之徒截图转发 小午哥哥杀人的事也一并遭到曝光 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 开始在网上大肆攻击小午 指责她的哥哥杀人 她却在网上上传唱歌happy的视频 毫不顾忌受害人家属的心情 简直是罪大恶极 朝美对小午的隐瞒也感到震惊和失望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跟小午分手 在朝美看来 小午和哥哥大午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小午根本不需要为哥哥的罪行负担任何责任 但朝美的父母在得知真相后 更加无法接受小午跟自己女儿交往 朝美的父亲甚至带着一大笔钱 独自找到小午 跪求对方离开自己女儿 朝美父亲告诉小午 如果他不离开朝美 他以前经受的所有排挤和鄙夷 朝美将来都会重复经历一遍 朝美父亲的这番话 深深刺中了小午的内心 没错 他确实深爱着朝美 但他也不想朝美以后跟着自己受尽委屈 所以 小午最终接受了朝美父亲的请求 答应与朝美分手 不过他没有收下那笔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和朝美分手之后 小午烧掉了所有的学习资料 放弃了自考计划 也放弃了多年的梦想和坚持 因为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无论他多么努力 始终都无法摆脱杀人犯弟弟的身份 对他来说 失去会成为一种常态 如此循环往复 这就是他无法挣脱的宿命 在烧掉学习资料的当天 小午再次收到了哥哥的来信 跟以前对哥哥的牢狱生活感同身受不同 这一次 小午的心底骤然生出了一种对哥哥的怨恨 他没有将信读完 就直接丢进了垃圾桶里 从此以后 小午就再也没有给哥哥写过回信 时间像一头野驴 跑起来就不停 转眼到了2013年春天 小午入职了一家知名的电器公司 当上了一名导购 由于表现优异 他迎来了一次升职加薪的机会 但就在升职前夕 电器公司里的一份重要文件被盗 警方怀疑是公司内部员工所为 那些有过犯罪前科 以及罪犯家属成了重点排查对象 小午极力隐瞒的绅士再次遭到揭穿 今晚文件盗窃案很快告破 窃贼另有其人 但小午还是再一次遭到同事们的疏远和排斥 升职加薪不仅彻底没戏 还被降格成了一名仓库管理员 就在小午郁闷至极的时候 一位面容和蔼的大叔主动找他谈心 此人居然是公司的老板平野社长 平野告诉小午 人们对罪犯亲属的歧视和偏见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好比一整袋美味的鲜辈中 被人发现了其中一块有毒 即便将这块有毒的鲜辈从袋子里剔除 剩下的鲜辈就算没有毒 人们也都不敢再吃进肚里 此时的小午就是袋子里的一块没有毒的鲜辈 不管他表现的多么善良和无害 其他人也会对他敬而远之 不敢与之身交 这是普通人出于本能的正当防卫 尽管如今已是文明社会 但实际上 罪犯及其亲属的命运仍旧紧密绑在一起 一人犯罪 全家连坐 罪犯家属们所受的委屈和痛苦 其实也是对罪犯本人的一种惩罚 换句话说 亲属们的不公敬遇 也是犯罪成本的一部分 那些意图犯罪的人 事先本就应该好好替自己的家人想想 在讲完这番道理之后 平野社长又告诉小午 歧视和偏见永远都不会消失 他能够做的 就是好好地对待那些尊重自己的朋友 这些人就像一根根坚韧而柔软的细思 如果能够抓住这些细思 努力用他们编织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有了这张网 或许就能过上安稳幸福的人生 最后 平野社长还向小午透露 自己之所以跑来跟他喷这一番大道理 其实是受人之托 原来 最近有人给平野写了一封信 信中详细叙述了小午这些年的遭遇 激信人恳求平野社长能够施以援手 帮助一下这位力求上进的年轻人 在平野看来 这个写信的人 就是小午应该抓住的第一根细思 尽管平野没有透露激信人的姓名 小午还是马上猜到对方一定是惠子 这些年来 也只有惠子和彭哥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随后 小午来到惠子住处 想要当面感谢对方的好意 结果无意中在这里 发现了哥哥大午寄来的信件 原来 在小午和大午断绝联系的这两年时间里 惠子一直模仿小午的笔记 并以小午的名义跟大午通信 对于惠子的自作主张 小午非常生气 但惠子却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因为他很清楚 小午拒绝跟哥哥联系 只是在逃避现实 并不是因为真的不关心哥哥 在惠子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欠下巨额高利贷 搞得全家人不得不离家出走 四处躲债 惠子也曾怨恨过父亲 但始终无法割舍对父亲的挂念 所以他十分理解 小午对哥哥的复杂感情 可逃避终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别人的歧视和偏见也不会因此消失 与其这样还不如挺起腰杆 堂堂正正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在惠子的开解下 小午终于恢复了跟哥哥之间的通信 专业又是五年过去了 时间来到2018年的初夏 此时的小午和惠子 已经组建了一个小家庭 两人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住在电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日子过得虽不富裕 但也算温馨充实 然而 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 很快被一位新搬来的邻居打破 邻居是小午供职公司人事部的员工 这家伙一眼就认出了小午 并将他哥哥行窃杀人的事 告诉了自己的妻子 邻居妻子随即发挥了大喇叭的特性 在社区里大肆宣扬小午的身世 甚至还怂恿社区其他宝妈和小朋友们 一起孤立小午一家三口 小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绝望 作为成年人 他和妻子惠子可以承受一切痛苦 但他们年幼的女儿又做错了什么 需要从小就承受他人异样的目光呢 这天 平野社长在例行巡查仓库时 注意到了情绪低落的小午 于是再次主动上前找他谈心 不过这一次 平野在听完小午一家人的遭遇后 没有给出任何建议 他只是告诉小午 有些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 才能交出合适的答卷 小午对平野的话感到一知半解 就在这时 惠子突然打了电话 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 惠子在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一名抢劫犯 拉扯中 女儿摔倒在地 脸颊被一块尖锐的石头划伤 尽管抢劫犯已被警方抓获 但医生告诉惠子 他的女儿的脸上 可能会留下一道永久而明显的疤痕 近乎于毁容 小午赶到医院时 见到女儿的脸正绑着厚厚的绷带 心中因心疼而生出愤怒 此时此刻 他恨不得亲手杀死那名抢劫犯 当天晚上 小午回家收拾女儿住院所需的医务时 抢劫犯的父母找上门来 向小午下跪道歉 两位老人自责没能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希望能竭尽所能 补偿小午一家人 经此一事 小午猛然明白了平野社长的话中含义 他此时终于理解了受害人家属的心情 也想通了大多数人 为何对罪犯的家属如此排斥 就像他自己明知道抢劫犯的行为 跟对方的父母并无直接关系 但一想到女儿受到的伤害 自己就无法原谅抢劫犯的父母 甚至对这两位无辜的老人 也生出一种憎恶和怨恨 想通这些以后 小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给身在狱中的哥哥 写了一封长长的绝交信 在信中 小午详细描述了大午入狱以来 自己所经受的种种委屈和排挤 因为杀人犯弟弟的身份 他不得不放弃梦想 离开深爱的女孩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他和妻儿一家三口 仍然受死牵连 就像平野社长所说的那样 大午犯下的罪行 他小午却承受了巨大的犯罪成本 在爱信的最后 小午这样写道 我应该早一点将自己所受的痛苦 全都告诉你 因为只有让你了解这些痛苦 你的内心才会受到惩罚 如果你待在狱中 永远不知道真相 那么你的刑期永远都不算结束 这将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自此之后 我们兄弟俩恩断义绝 即便你刑满释放 也不要跟我再有任何瓜葛 这是我为了保护家人做出的决定 希望你能理解 也希望你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几天后 小午买了一份礼物 来到当年的受害人方婆婆家中 这13年来 大午一直在信中 希望弟弟能代替自己 给受害人方婆婆上一炷香 以表达自己的忏悔和哀思 为此 小午每年都会准备一份礼物 可他始终没有勇气 向受害人方婆婆的家属当面写罪 而这一次 他终于敲响了方婆婆的家门 方婆婆的儿子方先生 将小午迎进屋内 但拒绝了他的礼物和上香的请求 方先生随后拿出一大落行件 这些都是大午在服刑期间 寄来的道歉信 可无论大午如何忏悔和道歉 方先生的内心都无法原谅他 也无法从母亲遇害的痛苦和怨念中释怀 直到昨天 大午寄来了最后一封信 方先生才终于决定放下一切 与过去告别 大午在信中 写出了自己看完弟弟绝交信的感受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给方先生写信 说白了 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感动 对于受害人的家属来说 这些信件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反而是一种困扰和再度伤害 所以大午决定到此为止 不再打扰方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 小午在看完哥哥的这封信后 心绪也一时难以平静 又一年春天来临的时候 彭哥来到大午服刑的监狱慰演出 如今的彭哥 已经从废品回收公司离职 当了一名自由音乐人 经常跑到养老院和监狱一类的地方 用歌声抚慰那些 需要关心和鼓舞的边缘人士 这一次 小午也跟着彭哥一起参与了演出 他再次当众演唱了那首 《仰望夜空的星辰》 这是他和妈妈最喜欢的歌曲 其实也是大午杀人的诱因 案发当天 大午在方婆婆家中偷盗财物后 本有机会逃离现场 但却在慌乱中 碰倒了方婆婆家中的一支八音盒 盒子落地后 就播放起了这首《仰望夜空的星辰》 大午知道 这是弟弟和妈妈最喜欢的歌曲 所以一时听得入神 没能及时逃离现场 这才被方婆婆堵在屋内 酿成了杀人的惨祸 此时听着弟弟哽咽的歌声 台下的大午早就泣不成声 这一切的一切 再也无法挽回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 根据东野龟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性》 这是《东野龟吾》作品中最特别的篇章 既没有复杂的杀人诡计 也没有逻辑顺畅的推理 更像是一部自我感动到 涕泪横流的反思小说 尽管不乏《东野龟吾》作品中 惯有的矫情和虚假夸张 但《性》中还是直白尖锐地反映了一些现实和情感问题 故事的主人公小五最后斩断跟哥哥的关系 不仅有被人轮 而且有翻脸无情的嫌疑 毕竟他的哥哥说起来也是为了他才行窃杀人 但如果我们站在小五的角度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中国人认为 极致完满的人生 其实就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死而无憾 但一辈子能做到这四个字的人 即便有恐怕也是极少 所以活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而这种挑战的及格线就是切勿伤害他人 否则即便一生安长处顺 恐怕也是心有创痕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喜欢悬疑推理和《太阳影视觉》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